謝謝 燈不點不亮 話不說不明 各位觀眾朋友 到了我們機銅鴨獎 今天我們機銅鴨獎 邀請到這位特別來賓呢 是可以說有史以來 第一次上我們的金曲龍舞榜 這位呢以拍電影為主 做服裝樂園為富 做房地產好像沒經手過 不過一直在外面傳言說 房地產賺了不少錢 但是聽說是假的 不過這一位呢 彈了一首好琵琶 記得在我們上次 這個大陸水災的時候 我們國人發起贈災運動 他個人捐出了 他的專輯裡面的這個收入 全部捐給我們贈災 這個當作基金 所以呢 情少也非常偉大的一位 也是一位琵琶的高手 有一句話形容他 千呼萬喚使出來 由爆琵琶半遮面 一起來歡迎琵琶美人 呂秀玲小姐 你好 你好 好 馬上喝你獻花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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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跟他搶是怎麼樣 你們都那麼保守啊 每個人上來都... 今天李秀玲大家放過他了 怎麼都不來呢 我在等 怎麼... 對 太可憐了 這個有一段時間沒有看到李秀玲了 因為這個... 前幾年我也曾經跟他拍過戲 這個人非常隨和 但是開車實在是非常恐怖 他開了一部跑車的時候 我時數大概都是180 轉彎都210 這個拍戲可以說是... 很加倍的這樣 車都看不到他了 下班了 收工了 車就不見了 然後一看一看 總被一個四腳朝天的輪子燈 其實李秀玲呢 性情非常開朗 而且非常樂觀的一位 這個最近好像在電影院 很少看到您的作品 在忙什麼 其實我前... 其實這一年拍的戲會比較少 那前一年就年尾的時候 在大陸拍了一部新戲 剛剛提到您這個琵琶的專輯 到現在還沒看到 琵琶專輯籌備了很久 那我自己也等了很久 覺得好像有點出不來 是啊 為什麼這樣 對 我希望... 希望今年可以出來 不是 就是專輯可以出 不太會說話 都是用出來這兩個字的事 這個實在是 又不是上廁所 不過談到這個琵琶是這樣的 會談琵琶的美女啊 真是氣質一流 因為琵琶是一個古典樂 你看到這個王昭君 當年初時代的時候 彈琵琶 對 現在國人呢 會彈琵琶的女明星很少 一個就是張瓊之的妹妹 叫張瓊瑤 會彈琵琶 一個就是我們這個呂秀琳 當然呂秀琳算前輩啦 不過這個基本上 您電影如果少拍了 應該可以回到國內 常常拍拍電視連續劇啊 這個為什麼連續劇 我看了很多人都在演啊 為什麼您... 有 其實一支就是有 這個製作單位跟我接觸 那我覺得應該... 價錢方面還沒太好 不是...價錢不是主要原因 那是什麼 還是說妳要選擇男主角耶 對 胡瓜 妳不演嘛 妳都 對... 只要妳演 我就演嘛 妳先去唱 包青天 對不對 連她都知道 妳看這首歌太紅了 連她都不太...看國內電視 她都知道這首歌是我唱的 對 不是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的那個聲音 很奇怪 很奇怪 對 唱得很奇怪 所以我注意一下 胡瓜 但是覺得很奇怪 不是好聽啊 不過真的很希望 有機會再跟李秀玲 細細這個戲圓啊 跟她演戲倒是非常愉快 像有機會 有關單位啊 這個連續劇真的可以拍一拍 像珠寶儀他們都在拍 有幾個好朋友都在演連續劇 不過剛剛我在私底下問到他啊 這個您都沒有談戀愛 最近報章雜誌 沒有寫到您男朋友的事情 這個這麼漂亮的女孩 怎麼可能沒有男朋友 他說男的朋友有喔 要知心的 可以的 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 不是沒有 真的嗎 沒有交到男朋友 有朋友 但是... 不好意思講 不是 有啦 朋友有的不能公布啦 有朋友 今天上我們雞同樣講說 是不是剪得很精采 我說不是 製作單位跟我講說 剪得太下流了 我們看一看 看一看就回來 來 雞同樣講 呂秀玲啊 你出道也有一段時間了 怎麼從來沒有聽過你交男朋友啊 到目前來講 我覺得沒有一個固定的 你的意思是說 你有很多男朋友咯 也沒有啦 我聽說你的男朋友多到遍步 全台灣神 同時我們有那麼多男朋友 有什麼感想啊 莫名的興奮 啊 那跟我們說說 你的感情世界好不好 但是要告訴你嗎 你就讓我一個人知道就好了嘛 哎呀 既來之則安之嘛 我想觀眾朋友一定都很好奇 就透露一點嘛 趨則離奇肯定有 完整動人就不曉得了 那我們來談談你的初戀好不好 你的初戀情人一定很帥咯 這樣飛飛的這樣走這樣 看樣子他一定很高咯 現在是小孩沒長大 他到底有多大呀 現在 這樣你跟他在一起了什麼樂趣呢 抱得比較好玩 結果呢 就捏得太緊 後來捏太緊 然後就死掉了 甚至因為有這段悲慘的經驗 你才一直不敢公開交男朋友啊 有有part time的有 啊 原來情人還有part time的啊 調氣一下嘛 你對這位part time blogger的感覺如何呢 有那個電波啦 怎麼樣 觸電的感覺不錯吧 一碰到了也笑 還沒碰到也笑 你們算不算一見鍾情呢 你第一眼看見他的印象是 哎呀 好興奮喔 怎麼有這種男的 你是說你一看到他 我就想到那個 哇 居啊 那你們第一次約會的感覺怎麼樣呢 很好 哎 有點曖昧喔 你們做了是什麼呢 流了汗 流了很多 我覺得很舒服 你在說什麼呢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拿網球 你們現在還有在一起嗎 忙的話 你交給我姐姐 怎麼會交給你姐姐呢 她本身也有點舊了 舊了 你的意思是說 你們在一起 她的反應就像是一個 木頭 那你姐姐是怎麼處置她的 還給兒子 你不覺得這樣也未免太絕情了吧 我覺得好像很難過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做呢 怕死在自己的手裡 剛剛都自己講了嘛 喜歡那種肌肉 比較健壯男生 看他就興奮 非常開心 剛剛什麼東西這種 抓了就死掉是不是 不是 抓了跟死掉是兩件事 哪兩件事 這個呢 這個東西就是我 我最近養了一隻小狗 小狗 你又比狗這樣比的嗎 不是 那怎麼比 比狗啊 我沒有叫著你像你這麼像 所以我就不叫 對 那你比的 你比的是小狗 沒有 現在才這樣子 那我說還沒長大嘛 那不是抱得很舒服嗎 是啊 是啊 那是死掉 一捏就死掉是不是 一捏死掉那個是 我很小的時候 那我記得我們家隔壁 有的鄰居 家裡養了很多小鳥 原來也是一... 不是 是捏鳥就死掉 是不是 那是什麼捏就死掉 是什麼東西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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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講 小鳥 小鳥死掉這樣 對 不是 意外死掉 意外被我捏死了嗎 不是興奮捏死 不是 因為我小時候 我很喜歡小鳥 那我們家隔壁的鄰居 養了很多很多小鳥 那我去他們家玩 那我就抓一隻 那我怕牠飛呀 我就抓得很緊 就窒息死掉 對 就死在我手上 然後就很可怕 從此妳對那種鳥 都衝得很棒 就很恐怖 長大也好 喜不喜歡小鳥 不喜歡 不太喜歡 對 這奇怪 妳的問題回答 就覺得大家好興奮 不過這個 剛剛講到這個遊戲 是男人說什麼 沒困就交給姊姊啊 這種是... 所以姊姊有點舊 狗 不是 是 狗交給姊姊帶嘛 如果出國的話 比較舊是什麼東西舊 什麼東西比較舊 就是您出國那個... 琵琶 琵琶比較舊 琵琶... 可以撿到男人真是不可以 琵琶 親民的琵琶裝 我們早日跟大家見面 好 我們大家期待 呂秀玲的手上琵琶功夫 絕對不會把琵琶捏死 我們謝謝呂秀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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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交男朋友 蛤 你交男朋友 對啊 你不是真沒選 給人家介紹嗎 好吧 媽導播 不是 媽導播在哪裡 先看他長得不一樣 在上面嘛 長得很醜 你也是醜不怕 醜不怕 聽到沒有導播 哈哈哈哈 昨天的瀟灑少年郎 昨天的瀟灑少年郎 今天要變成大人呀 念不住嘴角的傾笑 全都是期待和幻想 它長的什麼模樣 有沒有一件長髮 和一顆溫暖包容的心房 對或錯有誰知道 能不能擺脫到老 有沒有和我一樣 我用你生一世的心 等待與生一世的情 也許是宿命 也許是註定 我真的希望能多點好運 我用你生一世的心 換你生一世的情 換你生一世的情 牽你的手 你生一世的情 你生一世的情 誰是一世的情 而是一世的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